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那只叫做光碟 光碟里面有小孩的生活片段 比如说学拉小提琴 游泳 打球 一些生活片段 放在光碟里 给学校参考 原来现在学校不但要校内的比赛成绩 原来一些国际的比赛都加分 所以现在小朋友可能又要准备参加多些国际性的赛事 真是用心良苦为了一家进入到自己心意的学校 妈妈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另外她又说现在那些妈妈怎么样呢 那些小朋友给电话给她的同学仔 你猜是给什么电话呢 我又觉得很奇怪 所以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原来那些给妈妈的收提电话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是一样是这样 那如果那些同学仔想找同学 比如说陈泰文 原来打电话她就去了她妈妈的收提电话 她妈妈就说 你哪位找她呀 你找她什么事 你问功课 你问我 我教你 我就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就问她 咦 为什么不是直接找个小朋友吗 她说原来是这样的 小朋友有些未必有些父母 不是个个都是 她说有些父母是教了个小朋友 原来譬如说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她不是叫她千万不要教其他小朋友 如果你教其他小朋友 那变成其他小朋友 就一样好像你那样聪明 或者聪明过你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小朋友回去问功课 跟那些同学谈功课 很聪明的那些 她未必会回答你的 她可能说 你是错 不过我不知道 或者你打到电话去 她就说 她睡觉了 明天考试都睡觉 就是因为不想被骚扰 所以原来她的儿子 就是打电话去给同学 原来是去了她妈妈的手提电话 这一个我就觉得 价值观的问题 这个留给大家去思考 我们下一代 怎样去教法 教仔我不敢认第一 也都不敢认第尾 但是在这里 给一些资料给大家去分享 也都给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说起母爱那么伟大 那大家我想都看到 近日报纸都卖到头版了 有个小朋友 就因为肝硬化 很随癌 但又等不到一个活肝 一个丝肝去到移植 所以差不多都 生命都很危在弹直 终于她妈妈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测试 终于就可以捐到肝给她 这个故事真是很感动 也都在一年里面就来完结 给人一些很振奋的消息 是吧 其实小朋友这么小 觉得还未够一岁 肝已经出现了问题 也都引起大家对肝的保护 是否应该要提高呢 我想大家都很记得很早之前 其实在台湾 都是有一个类似的小朋友 是因为肝有事 又是等不到施肝 又要去妈妈捐肝给她 但是很不幸地发现了 她妈妈原来是有脂肪肝 近日我在电视上 一些新闻 一些健康的频道里面 都看到原来肝肝肝 其实现在很普遍 也都影响很多香港人 说回台湾的妈妈 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脂肪肝 捐不到肝肝给她的小朋友 去俗她的生命 于是她很努力地 天天走十公里以上的路 天天来回不停地走去做运动 注意自己的健康 注意自己的饮食 终于一个好消息来到了 她没有再没有脂肪肝 于是她很成功地把肝肝 一部分移易给她的小朋友 她的小朋友也得以重生 所以在这里我看到原来肝肝 其实现在不是成年人的事 现在小朋友也有 这么小的小朋友也有 那我们是否也要注意健康呢 于是我就问一个朋友 她很注重饮食的 她都给了一些资料 我和我在网上都找到一些资料 其实原来这件事都很普遍 很容易在网上也都找到一些资料 是保护你的肝脏 现在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保护它了 如果有的话 那就真的要做一些运动 一些大氧的运动 食物那方面控制一下 例如少吃一些内藏 红肉 牛肉 羊肉 这些是属于红肉 不要吃那么多人做色素的东西 味素的东西 其实是假的 或者一些防腐剂的食物 例如哪些有放到防腐剂呢 例如午餐肉 香肠 这些就有放到防腐剂 有些是有颜色的色素 甚至乎 这些就真的要很小心 尽量不要吃 你要为了自己健康 例如一定不可以喝过量的酒 例如少少 可以用红酒少少 或者白酒少少 例如烈酒那些尽量少 而且最好 吃多些是番茄 藍莓 红莓 车梨子 红萝卜 豆制类的食物 例如豆浆 例如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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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茶 我刚才说了 这些都是如果现在现有 已经发现到有少少脂肪肝 或者开始有脂肪肝 最要开始就用这些食疗的方法 尽量避免吃一些不好吃 吃一些什么 吃一些什么 还有做一些大量的运动 真的出汗 还有令到你的心跳加速的一些运动 这些是很有效去帮助你的脂肪肝 脂肪肝是可以治愈的 令到它是复原的 如果你说一些预防的东西 譬如我现在未发现 我现在身体很强壮很好 那真是恭喜你 但是我们都去预防一下 是不是 看看有一些什么食物 我们多吃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去保护到我们的肝脏 例如刚才我说了 喝豆浆 因为豆浆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它也是降血脂的 是最首选 就算如果你说现在不幸有少少 都开始喝了 喝多些 比如大蒜 大蒜原来是会舒张你的血管 化解这个血小板积序 让血小板不要积序在一起 那么洋葱 洋葱 洋葱也是一个出进血液溶结 如果溶结的时候 它会帮助你去到溶解的 那么黑木耳 这个黑木耳其实很好 对女性也好 对女性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很有营养的食物 它也是去对抗血小板 是积聚在一起的 也有海带 海带 其实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喝糖水 都会有落到海带 有些中医来说 它有些是大寒量 这些是一般人这样说的 但如果大家对于 比如说黑木耳这些 海带这些是带有中草的成分 可以都问一下中医 看你自己身体瘦不瘦到 这样 因为海带 譬如你有些什么紧 它就帮你舒缓的 它叫做软肩散结 就是有些什么结放在一起 它又会散开 又是泥水和干颜的 这个山楂 山楂有很丰富的维他命C 又是会活血化鱼的 也都会扩张冠状的血管 现在很多人都会冠状的 也有玉米 玉米又是降低血清胆固醇 燕麦 大家都知道燕麦对身体也是好的 又是会降低血脏和胆固醇的浓度 牛奶 牛奶的钙质是可以减低人体 去吸收胆固醇的 所以牛奶也是很好的 另外就是苹果 苹果是一个生果 防脂肪积聚的 还有香菇也是降低胆固醇 还有金油三支 这个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以上我刚才说的十一种食物 如果真的这么不幸 你自己本身又还有高血压 又长期要吃血压丸的 现在这么巧有验到脂肪肝 开始或者已经有的话 你真的要很小心 一定要戒口 就真的 适宜吃一些深绿色的菜 绿色即是深叶色是绿的 例如菠菜是其中一种 是深绿色的 你也吃多些水果 我们煮菜吃的时候 或者我们出街吃 最好叫做酒油和小盐 真的要吃得很淡 如果你现在吃得淡 比如说你因为有血压高 你要吃得淡 但当你再发现有脂肪肝的时候 就更加要淡 其实有时候那些汤 如果那些材料是新鲜的 你不下盐 其实它的味道都很清甜 我自己就试过 亦都大家可以试一下 譬如很简单一样东西 我用红萝卜 用栗子 煮猪腱 下果皮 煮出来 就算你不下盐 它都很清甜的 如果你说真的太寡 放一粒蜜棗 带起它的甜味 其实那个汤都很清甜 很好喝 亦都很有营养 大家可以试一下 再说回 你适而吃 再适而吃 就是吃这些深海的鱼类 鱼类 不是海产 是鱼类 好了 现在我就说了 对吃的东西 不对吃的东西 千万不要吃的东西 是什么呢 不要吃那么多 不是说 你一点都不可以吃 鸡蛋 因为蛋黄 其实 都是蛋固醇的 都听到是这样 如果吃 有时候 现在你就算去 普通的茶餐厅 你都可以叫蛋白三文字 就是不爱蛋黄 吃少一点 譬如说一个星期 可以现在说 听说可以吃两只 那你就分开 就是少吃一点 总之 还有呢 是一些糖果点心 就是糖水 糖果那些 真的要小心 譬如说 很甜的东西 用很甜的东西 去做这些材料 譬如说很甜的蛋糕 这些就真的少吃了 尤其是油炸 油炸 油炸 你都知道油多厉害 所以吃一些 譬如说清蒸 一些烧的食物 虽然不是很好吃 但为了健康 以及高热能的食物 都不好吃 真的盡量少 还有一些酱菜 譬如说 我想大家都知道 腐乳 可以买得到 可以买得到 腐乳 可以买得到 腐乳的菜头 这些 尽量少吃 但是我都知道 很多人都很喜欢 用来送粥 非常好吃 但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亦都要放下这些食物 另外就是动物的内藏 尽量都不好吃 有些人都很喜欢吃鱼头 有些鱼头都是小食 这些都是很高胆固醇的食物 譬如说大家 每个都知道的 墨鱼 鱿鱿鱿 都是高胆固醇 其实高胆固醇 很容易都积聚脂肪 积聚脂肪之后 就会令到我们有脂肪肝 或者有胆固醇高 接着有血压高 现在大家都说千万不要三高 就是血压高 血脂高 和胆固醇高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做多些运动 迎接未来的一年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下次见 拜拜 拜拜